大家晚安 經過了整整21天三個禮拜 進入第四個禮拜 給各位這關情形 學運佔領立法院中間衝行政院 中間有各種不同的驚險出現 最後在王金平院長他出面來做一個保證跟承諾 就是很關鍵的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先立法 沒有立法他不會召開服務 這個協議的協商會議 這個人的說法不是王金平的告人 是國會的議長來講這個話 這使學生們在經過也是榮長的協商 內部的會議之後 決定接受這樣的一個承諾 把它視為是不是學生 而是人民國家的公民的勝利 但是也不過二四小時 中間又出現了非常多關鍵性的問題跟威力 我們今天有這麼拆下去 跟各位介紹現場五位台片 第一位就是我們學運學生的代表者賴平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就是陸師台北市市議員 我們的鄭水雄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國民黨的立委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安安 再來資深媒體人翁水雄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同樣資深媒體人鍾亮晃 主持人 郭美鳳晴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 因為立委立法院的王金平的善意回應 反服貿學運的領袖 昨天晚間八點鐘宣佈了 週四下午六點鐘退場 不過抗議學生釋出的上議 馬總統 行政院長將一話 有沒有感受到 服貿這個僵局會不會重回國會審查 到底這樣的一個承諾有沒有變數 大家了解一下 這場學生運動的動能已經累積到 強大到它可以轉化成一場全民的運動 這個時候正是我們所有全國的青年 要進軍社會 要轉手為攻 到台灣 全台灣各地播種 來進行我們下一波行動的時刻 我們邀請全台灣曾經參與過這場行動 以及關注這場行動 支持這場行動的朋友 能夠在禮拜四的下午六點 再次聚集立法院 共同進軍社會 這場運動不是從3月18號 佔領國會這一刻開始 也不會在週四 就畫下句點 他沒有辦法 恪守他的承諾 做到他自己所說的 那對我們很簡單 下一次上街 就不是50萬人這樣子的規模 我們並不害怕失去這個 我們現在所做著的實體的議場 因為我們相信 現在整個社會都已經成為全民的議場 多數的國人都贊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盡速完成立法 同時進行服貿協議逐條的審查 因此王院長的看法 跟我們政府一貫的主張並不衝突 並請王院長出面協調朝野黨團 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在本會期內 盡速完成立法 如果行政部門輕易的答應 外面這樣的一個訴求 說我們同意 等到完成的立法 再來繼續審查 我要向各位報告 我們實在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夠繼續審查服貿 連這個監督條例可能在立法院 都要卡上一年兩年也不一定 不要再凹了啦 王院長對學生的承諾是先立法再審查 很清楚 國民黨不要再幻想了 沒有並審的可能性 那除非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都死光了 那民進黨會讓你審嗎 一定給你鎖門啊 給你放三百五交啊 來主導你嘛 那何必呢 好 各位朋友 我們中文一句話說均無細言 這句話不僅是對國會議長 對行政院長 對總統照樣有效 但是我們要請問一下 今天來到現場的學生代表 我自己評語 我們聽到馬總統講 多數的民眾都認為 這個監督立法要 可是呢也是要同時來審服貿 這句話似乎跟王院長所講的 先立法在協商或者在審服貿 是非常關鍵的不一樣 行政院長江一華也說了 要行政院照這麼做有困難 學生有沒有一種感覺 就是沒有被王金平所騙 可是似乎王金平要面對馬英九跟江一華 最後會造成王金平承諾無法呈現 有沒有這種可能 因為是這樣子我們等了這麼多天 二十幾天之後終於判到 王院長出來出面做出了一個承諾 然後因為我們判斷是說 他並不是黨主席也不是黨團代表 所以他不是以國民黨的黨員的身份 去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認為他做出承諾 是他以一個立法院議長的身份 能夠做到最大承諾 所以我們選擇說 在階段 而且我們檢視四點訴求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一些階段性的成就了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撐到現在了 那我們判斷說好 我們就當這次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他 是 對 因為因為他做出承諾的確是 我們檢視是一個議長的身份 是可以達成的 那我們覺得說 尤其是這樣的運動 雖然我們是不是退場 但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開始不是一個結束 就像剛才就是維庭非凡都有講到的 就是這一波人民的力量 已經累積到一個非常巨大的程度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可以 就是轉轉化這些民間力量 然後便利開發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持續的去監督 如果他的承諾沒有兌現的話 那我相信下次站出來的人 絕對不只是五十萬 是 就就是你們講的 反手圍攻 出關播種 但是我請教蔡委員 也就是王建平議長跟我說的 沒重度了 但是他把內容講出來了 他是講說立法跟同時來審查 服貿協議 這是多數人的看法 但是多數人看法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王建平怎麼會講說 先立法 他有一個先跟後 先後 可是總統講的是同時 那到底這中間有沒有誤會 還是馬英九簡單講一句話 我不買帳 我在臉書裡面有分析過 這兩個程序 因為院長的協商 是在委員會審查之後 才能院長協商 因為在委員會審查裡面 基本上不干院長的事情 那院長也不方便去管委員會的事 因為委員會基本上是有 委員會的招委在管的 所以服貿現在已經在委員會審查了 只是在吵說到底是陳其邁主審 還是張慶忠主審 我的問題不在這裡 我的問題是 我解釋給你聽 這兩個並不衝突 換句話說 你委員會可以繼續審查 可是審查完了 你沒辦法送到院會 因為院長要協商 院長把你卡住了 所以就馬英九的立場來講說 委員會審查反正照常進行 那王院長會把他的協商卡住 進不了院會 那這一點他可能是默認 默認王金平院長 這個承諾說 用協商拒絕協商的方式 把他這個卡住不能送進院會 那不能送進院會就不能通過了 簡單講是這個樣子的 那立法的部分 王院長今天的朝委協商也同意 那兩黨黨的同意 要交付 在禮拜五早上一讀的時候 要交付委員會審查 所以等於說 監督立法會先進入委員會審查 然後繼續進行院長協商 二讀三讀 這樣子 等一下 我先問這項目 今天為什麼要立法 因為他沒有這個法 那為什麼要立 因為他應該要有不是嗎 可是照蔡委員的說話就是說 有沒有法立不立跟審查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他講 監督 等我講我解釋一下 監督立法基本上 主要的重點是在於 這個進入立法院之前 那一段是重點 那進入立法院 人家開玩笑 國會可以叫男人生小孩 就是說國會裡面 他的職權行使的議事程序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改變 所以只要任何法案 或者是協議進入立法院的時候 就由立法院的依照程序來進行就可以了 跟什麼法分所關係就不大了 蔡委員這個說話 這樣拋不漂亮 我怎麼講的是事實啊 他講的是說 在委員會裡面 只要不進到院會裡面 跟王院長的講法就不衝突了 但是不要忘記就是說 其實委員會裡面是 院會教父給他任務 他去審查這個議案 但是啊 在整個 審完要回院會 兩岸的整個協議的監督條例裡面 這個立法 牽扯到一個內容很重要 就是說要不要搜集既往 如果說到最後你弄出來 可以搜集既往 你現在在委員會這裡在審 第二就是審到一坑的 第二 王院長的話很清楚 不用過度的去解釋他 就是說先什麼再什麼 先就不會是同時啊 所以馬英九馬總統 這個這樣說法就很簡單 第一個民主的問題 他認為說 我整個立法院 衝到 我讓審議之後 行政就去讓審議 整個國家到最後 我這一個當權者 沒有辦法出來解決 結果是你王金平 整個從我都帶走 他怎麼受得了 第三個 將以外也不要 吹那麼糟糕你知道嗎 剛才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他現在認為說 立法院這樣的一個 立法 他行政院是不能同意的 就笑死人家 立法院就沒有行政 他刺的又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你行政院長 膽敢不同意 那就很簡單嘛 走路 提夫議 沒有 第一 你就覺得說 他講對 提夫議 夫議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明顯的 你看準的立法院 如果形成是一個主流了 除非你要跟立法院對抗 你議論說 你真的天立人會贏 不然就很簡單嘛 看到最後馬英九 是要保江儀化 還是認為說 立法院放上去 是 好 各位朋友 雖然反服貌 懸運團體昨天 不是已經達成共識 不在這禮拜 是後日 會不會六點退場 不過這場 曾經匯集 五十萬的公民 中街頭的運動 在還沒有達成目的之前 有些學生跟民眾 並不願意讓人民的訴求 就這麼倉促的收場 那到底這些人在想什麼 大家來聽話 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大門口 絲毫沒有退場氣氛 他們說 禮拜四傍晚學運退場後 他們不走 我們就會持續的待在這個地方 那麼到底什麼時候 才是真正的撤出 那麼我們就會在有 進一步的討論這樣子 包括反媒體拘手聯盟 激進測意 以及多個獨派團體 組成自由台灣陣線 不只堅守立法院正門 禮拜三就有行動 包括像是新聞龍捲風的一個報導 或者是中天新聞 他對於我們這個運動的報導 有太多太多 跟事實有所出入一個立場 沒有新聞倫理跟新聞專業 只是輪為老闆 傳聲化的這麼一個媒體表現 我們要予以嚴正的抗議 所以我們會在 明天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在內湖的時報廣場集結 然後開始我們的路過的活動 然後我們會一路的散佈 散佈到另外一位 重要的國民黨籍立委 也就是蔡振元的服務處 去進行一樣的活動 這些獨派的小團體 要來我這邊傻野 先弄清楚一點 我可不是吃素的立委 先搞清楚 我會有我的人 來到場歡迎 最好他不要傻野 蔡振元不甘示弱 但自由台灣陣線宣告 對其他欄委還會有行動 不看太陽花學運同步退出立法院 他們坦言還有疑慮 退場的門檻設得有點太低了一點 同時間就會讓這個訴求的 沒有達成的風險變高 馬王將做出更明確的政治承諾 在喊退場會比較好一些 水力 也經過十幾次 算是革命的半天 炸了半天 磨刺了青龍半天 不可能會有所有的中華民國成立 碧齊公園一億 一次學運就是要扭轉所有的台灣民主法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說坦白的 有當時理想很重要 不過我們看現實 這次學運有載到 已經農到現在二十幾天 對不對 三個多禮拜 有這種成果 坦白的打破了 已經超過我們本來的想像 我們台灣所有的載壓黨 全部都咬起來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親民黨也好 台南黨也好 咬起來都不知道 馬英九把這個福茂協議 由院會退回委員會 他們才學生要做到了 對不對 壓力做到了 我們國民黨黨一百空八百的 這個所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結果他們會這樣送進去 不管他們的版本是什麼 結果行政他們被迫送到立法院 所以學生已經拿到 他們要拿到 當然有的東西不是真的拿到 所謂的公民憲政會議 是假如拿一個經貿什麼國事會議 就給你呼籠 但是至少他肯呼籠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這學生孩子是不是應該要退 有一句話 後退原來是向前 有時候我們要跳法官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哭一個比較跳法官 所以蓄積能量 而不是在這個地方一直耗 一直耗把能量耗掉 當然有一些學生孩子 是說他們這些共同參與的夥伴 他們都用夥伴來複撐彼子 包括我們幾天有聽到夭伴 他們有不一樣的看法 他們有認為說我要堅守 或是明天要去哪裡 包括蔡正元委員 他的服務處 蔡委員雖然不是吃菜 希望不要過度激動 希望他們也不要過度激動 彼此保持民主的風範 不過最近在這個學運運動 我們知道很多什麼行責 我剛才聽到他們這個發起人 這年輕人 他們說了一句話 我感慨良多 叫做路過 為什麼 那是學生孩子應該負起他的責任 為什麼白狼他們那一場 所謂的非法集會遊行 可以用路過兩個字帶過呢 所以他們這學生孩子有不一樣的 算說收求很好 標示說學生孩子是有不同的聲音 尊重多元化的聲音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是 一次的學運就有載調扭轉乾坤 讓整個台灣慢流 因為這樣子突然間 氾濫改正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先請到蔡友媛 我問直接一條 為什麼這麼多的立委 明天要去找你 你怎麼知道 我不曉得什麼原因 但是任何人來做客 我都歡迎 那任何陌生人路過要喝茶 我也歡迎 可是如果要拿大聲公來傻野 那就是挑釁 那大聲公來傻野 你也許藉此所謂的路過 你是在騷擾我們社區的安寧 我們當然要去制止這些任何 可能騷擾社區安寧的噪音 或者行為 是 因為你一次性曾經講過 行政院攻堅下來 應該直接再去攻堅立法院 我在吐槽 沒有人 你看這些學生他們講說 有很多的證據顯示 學生退場太早 太便宜了這個馬英九 從事後來看馬英九現在的這種回應 似乎留了一點點有變數的空間 但是也有人講說 學印這樣有可能會分裂 你怎麼來看 其實我曾經講過 大多數的社會運動 如果你是採取非武裝的革命的運動 基本上注定是要失敗的 因為你拼不過公權力 可是我覺得這一場太陽花學運 在使用和平非暴力的情況之下 能夠有這樣的成果 我認為這已經是破紀錄了 那當然夭西或說其他的NGO的團體 他有不同的看法 我都尊重 那他們如果說認為說退場太早 要繼續採取其他的抗爭的方式 我覺得他們也有 他們行使抗爭的自由 不過我要特別點一點 就是說這也是夭西自己講的 因為他們現在好像要新成立一個 叫做自由臺灣陣線 夭西自己說 他說將來這個自由臺灣陣線 他是以一個選舉為目的的一個團體 意思是說他們要參選 要投身公職競選 進入體制內去改變 這個整個政府的體制 那我想既然他做這樣的宣示之後 他跟太陽花的學運 可能就照這邊就是一個分水嶺 他可能就是不同的路線 跟不同的團體 那這個我都沒意見 我覺得我尊重他們的選擇 可是我要稍微再提一下 就是說剛剛老師在問的說 馬英九說的話 好像留了一點點尾巴 所以可能有很多同學 甚至很多的民眾會擔心說 會不會到時候禮拜十 他們一離開 禮拜五之後 情況跟他們原來的設想不一樣 就解除情報嗎 對馬英九來講是 我來看馬英九昨天的談話 他說他肯定王院長的主張 我認為這是有點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 因為這局他真的請美國社中大叔 所以他沒辦法知道收割一下說 沒有那個其實只差沒講說 那個是我交代王金平說的 可是呢 馬英九就是因為愛面子 他講了這句話之後 你以後很難有反悔的空間 因為為什麼 剛剛蔡委員的解讀是說 先立法再協商 他的解讀是說 協商是委員會審查完之後 要交付院會之前 要交付這個過程 協商王金平可以把它卡住 可是我的解讀是什麼 這個福茂協議現在在立法院 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個法案現在到底在哪裡 在委員會沒有說 我真的找不到他 因為張慶忠3月17號 是說要送院會被查 可是立法院公報 記載現場一片混亂 3月24號陳其邁當招委 那個會議是有效的 雖然國民黨很多立委都沒有參加 但是那個會議是有效的 議事錄確認 兩岸福茂協議 兩岸福茂協議 先立法再審查 所以現在可能雙方 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黨團 對於福茂協議 第一誰來主審 第二 這個法案 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 有人說退回程序委員會 有人說在委員會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王金平院長 指的要協商 是指這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福茂協議找出來 從立法院裡面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再來協商說 那到底是陳其邁主審 還是張慶忠主審 但是在立法之前 連協商都不協商 對 老師 這個也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兩岸監督條例 它是一個程序法 程序法應該先立好 要不然 我看不懂 立法院現在要依什麼法 來審兩岸福茂協議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審任的協議都沒有問題 蔡委員我知道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可是那個只有行政命令 可以報備就過了 我覺得這麼重要的法案 不應該用報備的審議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裡面 已經把它改成審議 蔡委員我請教一下 你意思是不是說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講 同時在一邊在立這一個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同時 國民黨認為福茂 還是可以繼續逐條審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對不起 這似乎跟王金平跟學生理解 整個社會認定是不一樣的 你認會也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這樣事情又大條 大條卸條是一回事 我們依法論法來講 這兩個是不衝突的 王金平的承諾是說 我不協商 當然這不協商 會有連話講的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就是說 委會內部吵架 那吵架習慣上是找院長的協商 那院長說我不協商 你們繼續吵 可是這繼續在委員 擺在委員裡面吵 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說好 那委員會我逐條審查 那審查完了以後 我要送院會 院長說我不協商 所以即使說你委員會 審查完成也不能通過 OK 這樣子我請教一下 如果是這樣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兩國情形都可能發生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想請教一下 那王金平何必前面打一句話 就是說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立法之前 如果兩個是脫鉤的 他一大肌股有什麼意義 有意義嗎 卡制另外一部車子 他另外一部先走了 王金平院長 昨天出來講這些話很簡單 他就是要讓這個學院先告一段落幕 所以他釋出善意 就是說這個社會我們不要再吵 我知道你學生要做什麼 這樣不用擔心 監督條例我先立法之後 當成一個準則 那整個符帽要怎麼簽 要來參考他當一個依據 所以現在社會上的一個 大家的一個認知 跟蔡委員剛剛的那個解釋是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我說過 你像譬如說 你這監督條例裡面如果去提到 這個既然是一個程序法的話 如果去提到說 你這個符帽要簽訂的時候 該是如何 要去做哪一些產業評估 為什麼要如何 塑集計謀的話 你沒做到的 趕補 趕補補給之後 那是簽訂之前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講的就是說 如果是塑集計謀的話 就好玩了 所以王金平的講法 如果你把它解讀 就是說我趕來立法 還有趕來信 我跟你說 差不多 兩床不是五十萬人在 這個學生就覺得說 你正式的 你這個政府用騙的 所以我倒認為這個壓力 如果蔡委員要這樣解釋也可以 但是誰要承擔 馬英九就必須要承擔囉 不好意思 我說一個比較糙纏 這是阿伯說的 如果要同時進行 說沒有先後資訊 阿伯說 怎麼有人一邊放在一邊切菜 應該是放在一起 這樣比喻 因為有一個叫先 就沒有什麼叫做同時 我先喝水之後 跟阿伯來吃這堆蘋果 他說我喝水減吃蘋果 這個我聽不懂 他說喝水先喝不涮 我才來吃蘋果 所以蘋果放在那裡 蘋果放在那裡 照常切得好 沒問題 好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稍後再繼續 謝謝 斷頭的麥克風 堆疊成山的椅子 還有貼滿抗議紙 調和畫作的牆面 學生佔領國會後 一場多了一大堆 毛巾 棉被 礦泉水 卻不見了一支異式槌 異式槌的話 我們會盡量的試圖 把它找出來 第二支嗎 還是我們的異式槌 只有一支而已 這部分各位不要擔心 我們有備份 誰要是在異常裡面 我們一定找得到 異式槌可以拿備用的 但異常設備毀損嚴重 包括桌椅 麥克風 門窗和玻璃 牆面 表決器 異式轉播系統和計時器 所有的損壞賠償誰來扛 立法院花了幾千萬 借人能夠防止 馬鑫酒賣台 讓台灣的生成能夠守住的話 這種錢的比例實在不足道額吧 可是如果求償跟學生求償 我覺得這個事情根本不要提 好漢做事情好漢當嘛 你總不能說 我把他破壞以後全民來負擔 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說他們願意來負擔 我說好啊 那就全部都民進黨的立委 來負擔就好了 國民黨立委沒有任何一個人 願意負擔啊 藍綠意見分歧 院長王金平表示 會出面協調處理 但也有人喊出 你們保護民主 我們修復立院 號召學友專精的朋友 組成修繕團 修繕的話 我們都還在評估 都還在討論 因為這個問題還蠻多蠻複雜的 等我們進去了以後 確實估算到 然後也修復才知道說 真正的金額是多少錢 明天說法說是不是 請這些比較有這個水電長財 或是有木工長財進來 我們自己有在規劃的 我想這部分我們自己來做就可以了 各位朋友這就是句話說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裝潢過必留下油漆 這問題就是說裡面這些實體的損失 評語看這個樣子 國民黨或者是立法院的總務處 要找學生陪求償 你們覺得公平嗎 或你們覺得要怎麼樣來回應這件事情 最重要 關於善秀這部分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只有從 其實從我們進去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看到外界開始在各種漫天喊價 然後從一千萬到不知道是誰今天喊出4億都有 然後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現在內部的狀況是說 我們還在盤點 對我們我們會負責責任 但是要用什麼樣形式去負責責任 我們我們就還在 還在討論嘛 我們首先我們認為要先盤點出來 到底哪些 有問題啊 然後要修啊 然後 而且因為 現在這情形 大家應該能夠想見 應該有很多民間團體就是都 都或是資源都有表達說願意去 負責部分的負擔之類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還在盤點 然後還要跟大家一起商討 然後才會有個明確的答案出來 是 對 蔡有源 我覺得賴同學這個態度我非常的欣賞 因為公民不服從是一個理論 但是公民不能不負責 公民要懂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破壞公務當然我要去賠償 所以賴同學的態度 比那個柯建明的態度是好太多了 以往他們民進黨立委霸占異常的時候 他們弄壞東西 他們老是說我負責我負責 就事後啊 他都沒有一個願意負責啊 所以啊 我是覺得賴同學的態度 比民進黨立委 後來柯建明的好很多 那當然啦 這個聽柯建明講 王金平說 他的想辦法 那想辦法當然不會出自公款 你這出自公款 大家不服氣也沒道理嘛 那所以呢 可能這個可能會有找其他人 來幫忙代償 代電都有可能 所以我想錢本身不是問題 問題是那個 你那個態度 就是因為他們年輕人以後要承擔整個國家社會的責任 這個時候不能讓他感覺說我是個不負責任的人 或者不負責任的運動 不負責任團體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對的 所以但是蔡英文我請問一下 你認為負責所有學生負責的態度就是說 觀眾都在負責任 是不是 當然他在負責任 如果有人要代償 要代賠 另外一回事情嘛 結果在第一天的時候 林非凡講說 是要立法委員負責 那這個講得非常不好 那後來我說不對 誰是英雄好犯 誰造勢誰負責 後來林非凡也把這個話又吞回去了嘛 那這個賴同學 這個表現的態度是非常好 這才是我們台灣未來有希望的年輕人應有的態度 我們假設一個狀況 隨著 假設沒有人觀看 這負責責任 有才會責任 對 沒錯 按照我們的法律規定 當然立法院可以用民法裡面 追償就對了 你可以查扣他名下所有動產不動產 追償有個期限 還有就是他們要責任 你可以查扣一三分之一薪水 我這樣而已 你的在法律上 我們說就法研法嘛 法律上給你的就是這個樣子嘛 你去承擔這樣的結果我也贊成啊 但是那個所謂 因為剛剛賴同學講到那個4億 怎麼算出來我告訴他 包括立法委員的薪水 我告訴各位啦 這裡有一位蔡正元委員就是始作勇者 還記得嗎 年金改革的時候有一個人說9A有沒有 結果立法院因為這樣子砍了多少預算 有沒有 你的同僚用這樣砍了多少預算 立法院省了幾千萬幾億 我在立法院走的時候我的立法委員 其他同仁都拿死手丟我的頭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4億是這樣算出來的 但是 剛剛賴委員 等於說蔡委員講那個重點 只要有人等於說帶場他願意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呼籲啊 當然這幾天啊 事實上包括我們台灣首富郭台銘 郭董啊 他很熱心在關切這個新聞 包括昨天到警政署捐了一千萬 事實上他對我們立法院長這個 王金平的義消總隊 這些相關的單位 他也三千萬五千萬這樣捐 他是很 對他來講這些錢是小錢 他也願意自己啊 因為關公法羅啦 所以呢 就去現場關心這些孩子嘛 對不對 很好啊 如果他願意做這個事情 我說逼大頭部為什麼呢 他不是只有賺錢而已嘛 你還可以跟社會 跟社會各界 包括讓這些年輕人 等於說激勵他們 除了懂得自己負責任之外呢 也激勵他們沒有後顧之憂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好的一個責任啊 賴同學講得非常好 為什麼呢 自己大人的行為 你要做什麼行為進行 你就知道說你承擔什麼樣的後果 但是依法辦理 可是如果有人願意代償 我們非常的歡迎 對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賴同學還滿了20歲 他這種態度是正確的 欸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這聽起來好像 聽起來50萬上街頭 逼到國民黨的張慶忠 林洪池道歉 然後還有勞立法院長出來 然後最後 最後其中的一個 法律問題我們先不要談 賠償事情說必做 你們做的事情你們要負責 欸這樣有說嗎 這條條子怎麼切開 是這樣嗎 我不是這樣看 你說好漢做事好漢當然啊 這是搶操操 重點是說做了什麼事 這件事情怎麼來的 誰幹的 誰要讓福茂通過的 誰讓現在的老百姓認為說 這是一個黑箱 讓老百姓不信任 年輕人認為說你這個政府是要把我出賣 這個才叫做事情啊 所以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的話 誰會不會誰還不知道呢 第二個如果說從法律的層面來看的話 同學們當然去講說啊我們來打開 其實也不用 社會大眾也不應該如此 這一次同學們能夠把社會大眾的疑慮 因為他們這一場的集會 在立法會裡面這二十幾天裡面 成功的把它給擋下來 讓以後台灣跟中國在任何做協議的時候 以後多了一步真正的法律來真正來做一個檢驗 好了有一個好玩的事情來啦 你說叫郭台銘出來 那些我反對 如果叫郭台銘出來 我電視公開說 我贈水養我沒那麼多錢我就做不夠 我冰冬很多人的鄉親跟我說 那些人要賠的 我們開始來去慢慢訂 誰說要賠的 損害賠償有損害 第一個是恢復原狀 不能恢復原狀以後才是金錢賠償啊 所以立法院你現在要瘋了 什麼四千萬一億變四億 我如果你要給他電給我來比較漂亮 所以我會覺得說同學們 他們認為他們承擔這個責任 他們必須這麼講 但是別人就說 郭民眾順勢就說 對對對 就是你要負責 很多社會大眾還是認為說 曾議員說的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也是跟胡茂有關 很簡單就好了 給各位解釋就好了 胡茂簽的通過 當然那個內容 我們不要再去討論 胡茂簽了以後 根據現在的公華 一年可以替台灣的服務業增加一百二十億 政府不是說要變高百倍 因為他會發到現在對不對 請問你九百八十億是誰的錢 是你跟我六歲的錢 為什麼為了人要賺錢 是拿我們的錢去補貼 同樣的道理 所以我說的意思是說 就法律的部分來講 法律是這個樣子 但是就 就我剛才說的 九百八十億跟一百二十億的意思一樣 那一百二十是每一年 那九十八十億是所有總共加起來 都總算 所以你們都賣 這些錢也是所有全體納稅人的錢 所以你們這條賣 立法院你要恢復原狀 我跟你說 勞工的部分 我給我便當的鄉親 苦苦的 我們都我都負責了 加起來還要恢復 是 年黃有一個要告訴我 這條是誰來賠 張慶忠賣掉他的摩鐵 青菜一間來賠 因為那打火線是他三十秒起來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天國民黨突然之間變成議政辭言 你們就是要賠 不是民進黨 就這些選本 這樣說法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不曉得是不是臺灣的媒體 被一隻無形的手牽引 我覺得今天所有的媒體 已經弱智到這種程度 所有的媒體整天在找那一隻議事錘 沒記住 剛才是我就開花了 是 王院長星期天講的話 你們都沒有聽進去嗎 王院長怎麼說的 國會殿堂神聖的原因 不在於他莊嚴的建築物 在於他能傾聽容納不同多元的聲音 到今天大家還在追究 那隻議事錘是怎樣 王金平沒有那隻錘子 他就不是立法院長嗎 沒有麥克風就不能開會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計較 這些這麼枝節的問題 如果說真的要講負責任 好啊 請問立法院平常議事延宕 委員薪水要不要還出來 是 要不要還嗎 我不管哪一檔 你一天議事沒開會 大家薪水就不要領 那今天再回來講 今天張慶忠 如果不是三月十七號 用三十秒通過福茂 會有這麼多人上街頭嗎 那請問這段期間所造成的社會資源的耗損 要不要張慶忠賠 要負責任就負到底嘛 因為他也認罪 他也道歉 對 要負責任就負到底 如果說要這些同學賠償立法院損失 那很簡單 張慶忠這二十一天到算到禮拜四二十四天 整個社會資源大家把他算出來叫張慶忠來陪嘛 那大家都成年人 大家都負責任嘛 是 所以當整個社會都認為說 這些年輕人是臺灣希望的時候 可是一包自己翻過來說 欸 年輕人要負責任 從醫師槌損到座椅損到頭上去 這感覺國民做很老的一件事 但是各位朋友 除了這個以外 馬政府還要用司法追殺這些人 你們知道 我們這段新高家 後來繼續到來談 謝謝 占領立院隨著學運確定退場即將告一段落 但接踵而來的官司問題恐怕讓學生頭大 所有的法律的責任我們會先扛起 那這些運動的幹部大家會一起承擔 一兩位代表人物為例 林非凡被告發違反極有法等六項罪名 總共十件案子 陳維廷則被告發妨害公務等五項罪名 九件案子都由北檢捐辦 像這些學生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可是他們就覺得自己力量很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你不能把學生這些所有的違法事情視而不見 好像當作是因為他是學生 好像他就有另外一套法律的標準 法務部表明不會對學生特別寬帶 這對318學運主力 黑色島國親民而言 可說煩惱加倍 像林非凡從去年就開始背負官司 7月31號為抗爭服貌翻牆進立院 檢方以違反極有法和妨害公務兩罪偵辦中 8月16號抗議大婆強拆 但洗苗栗縣府丟警察遭傷害罪起訴 10月8號披馬英九發動九月政爭 上凱到拉布條被強制驅離 以極憂法偵辦 10月10號國慶日當天 不滿宣傳車前進警服門被拖走 跟警方衝突也觸犯妨害公務罪 發起學運弄得官司累累 因此有大學校長共同聲明 期許行政部門對學生寬容 但羅英雪部長並不認同 他說教育學生手法也很重要 我知道學校都很愛護學生 但是愛護學生也要教育學生 要他們懂法律 不要誤以為說自己是特權階級 這樣的話其實愛之反而害之 部長對於個案發言是非常不妥當的 這樣子只會給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要打壓學生的感覺 各位有人怎麼說呢 原來檢察總長黃世民 判刑有罪 還會回到最高級做主任檢察官 用人這樣來講的時候 我就回過頭來看 我想就請教一個學生 剛剛這個法務部長 已經講得很清楚 學生沒有特權 不能就這樣子 他們違法就是要處罰 簡單說就是 鐵面無私聽起來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講 對學生來講 是要認罪呢 還是說羅部長講的話 有不公平的地方 你們怎麼看 首先我覺得羅部長這樣的講法 其實對學生是非常的 該說是失礼 因為我覺得他 就是有一種在弱智化學生的感覺 然後覺得我們學生好像 覺得自己有特權 在怎麼樣學生 他就他好像弱智化我們學生 然後我們覺得 然後顯現出一種 我們學生好像覺得自己有特權 但是他說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對但事實上 他忘記了一件事 我們雖然是學生 但我們同時也是這個國家公民 而且這樣運動 並不是只有學生參與 這樣運動是學生跟 除了有學生身份 但我們還是公民 我認為這就是一場公民運動 所以我覺得他 其實不只他 這陣子過來 我覺得很多人想要刻意的去弱智化學生 不管是貼上純潔的標籤或弱智的標籤 這都有 然後我想說的是 在我們進來之前 我們就定調嘛 我們就是公民 然後所有的法律責任 其實我們自己都很清楚 就像我自己也是念法律系的 就是進來之前我會不清楚 我們進來之後要承擔哪些法律責任 可是因為今天 我覺得我們認為更重要的價值就是 這個國家的政治 已經令人失望了 我們希望他有改變 對所以我們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這是一場公民不服從的運動 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各界都看到 我們就是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 然後我們在進去之前 大家都了解 我們會背上哪些法律 責任 然後我們選擇進去了 對 然後至於他說法律責任部分 我們就是因為這 這時候大家有共識 所以我們就是共同承擔 但是同時我們也希望 國家不要有爛訴的情況 然後什麼秋後算帳 像比如說行政院那天 大家都看到了 他怎麼起訴慰陽 然後六條六條 那個罪名都是用非常可笑的罪名 然後我們希望不要再看到這種情況 不要再用國家機器去打壓 就是對這個政府有意見的公民 是 蔡委員這情況跟剛剛要賠錢 其實還不太一樣 就是說今天如果現在整個社會 覺得如果這些學生被起訴 至少五十萬人覺得他們一起被起訴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假如今天學生沒有衝進去 那麼請問張慶忠有沒有可能道歉 有沒有可能讓福茂這件事情得到一個比較公開的討論 甚至於連馬英九都同意 有立法的必要貴黨之前擋了一百零八次 所有這些都翻轉過來 可是在這個同時 社會認為這是公路 沒有公路也有苦路 但是羅部長說 現在學生不知道你做什麼 他們認為自己力量很大 這好像在對江陽大道的講話 你認為一定要用法律來解決這問題嗎 剛才賴同學講我很同意 他說學生滿了二十歲就是公民 以我們台灣的法律 然後公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是對的 但是他剛才有觀念 我不是那麼樣的認同 他提到就是說 是這個國家在打壓這個公民的言論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打壓公民的言論 但是任何國家的法律 都要對所有人 不管他哪是什麼樣的公民 他的行為不是言論 對他的行為 要求他負起法律應有的責任 指對學生嗎 那立委如果有狀況 應該 都應該 然後我再提一下 其實這樣衝到立法院裡面 也不只是有學生證的人 也有很多是沒有學生證的人 那我認為在這個立法院裡面的 這個異常的情形 即使有被起訴 在法官裡面也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罪責 那因為我認為 你衝進了立法院 那立法院的大家長 就是火靠的胡俊林 王金平院長 大概在作證 或者要任何情形底下 不可能說會要求追訴 他可能把他當作客人來看待 那這樣的學生 也這個所謂的 法律責任就比較輕了 但是到行政院那邊就不一樣了 但是你認不認同 羅部長剛剛的講話 這些學生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這些學生沒有特權 我不贊同法務部長的說法 他不需要去說一些五四三的 馬正委很多官員都喜歡講一些五四三 我不那麼贊成 他只要講就是說 反正我們會依法審慎來處理 那一句話打開就好了 請讓檢察官依法就收證到的證據 因為他在根據證據來起訴 那起訴法官他可能也會 因為你有學生證特別寬容 你沒有學生證要求比較嚴格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社會對學生 有不同的期待 所以倒未必如賴同學講的時候 把它弱字化 這兩件事情來看待 我們先這樣 因為我們今天有律師 這件事聽起來 聽羅部長來講的時候 這學生是沒有追溯是不行 不只是道德上問題 法律上問題都一樣 整社會這件事都這樣看 法務部長現在他的看法 就是法將的思考 你說這學生你們的行為 他認為說 我們不能把這些違法的行為 當成沒有看見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要問部長就是 第一次是誰可以 現在就來認定他是違法 有 同學們有一個客觀行為 就是說他跑到立法院去了 甚至跑到行政院去了 這些是不是事實 都是事實 但問題是說 該當的法律以後有沒有違法 不是你檢察官先來認定 也要到法院那邊去 就算你認定是違法 大家還會認為說 那到底是有沒有責任 所以這個其實法律啊 要談法律的話 是一環扣著一環 你是律師 我請問一下 有沒有在法律裡面出現狀況 就是說同樣是殺人 但是有些人殺人判無罪 那當然啊 譬如說 那這樣譬如說 你說歹徒進來拿著刀 要搶劫人家的老婆 來搗家把他打下去 人家到你家裡頭 歹徒要來殺你老爸搶你家財產 第一個事情是什麼 有搗家的動物 把他打下去 就這麼簡單 正當防衛可以阻取違法 緊急避難可以阻取違法 你說一個玉族殺害 這樣咬他槍決 他也是殺人啊 只是說他在執行法律 這個也可以阻取違法 那我們今天面臨學生 衝進立法院 這你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 所以說我會認為說 正當性在什麼地方 你有沒有辦法來說 你阻取你的違法 或甚至於到 有的法官認為說 你政府做了這樣一個行為 很難期待有比較 對於社會的國家 有使命感的人 你對他沒有 他做這樣一個行為 他是沒有期待可能性的 所以有時候他認為說 你如果他當然要這樣做 如果碰到這樣的一個法官的話 有可能就認為說 我把責任把你阻取掉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是 2009年 馬英九就職一週年的第二天 總統府前面不是一個警服門 把他插上一個黨徽嗎 我去把他幹掉 不是你 我把他幹掉 檢察官跟他說 迴損古蹟 開始跟他說迴損古蹟 破壞公務 起訴了對不對 是 我就跟他說 到法院來講 結果起訴以後法院判決無罪 我的主張很簡單 我說第一個 他不是古蹟 他叫中國國民黨的黨徽 不是你認為違法就違法 第二個 那是我的言論自由 你不能就職一年 招人要強敗 我當然也去政府門那個黨會給你結刀 結果到法院去以後判決無罪 我還跟檢察官嗆聲 你要上訴 我現在判決無罪啦 你要上訴 到高等法院大家再來講清楚 二神還是判決無罪 所以我會認為說 一個法務部長啊 不要看了檢察總長那種大股的時候 哎唷 都不敢說話 那也應酬的人 那事件洩密 不看不看不看 碰到這些小朋友 學生有爭議感的青年朋友 你就說你找四例 你這法律絕對不能狀況 對嗎 這場運動不就是要告訴這些政客 能不能再亂搞嗎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休息一下 後來繼續 謝謝 好 各位朋友 有一個人把家裡撞破 把家裡撞破總理批 這個人叫抓去拱 因為另外一個人把問撞破 把問撞破 但這個人下手 叫人給他保證 為什麼 因為後面這個人是看到火燒處 沖在裡面冒著生命的危險 撞門沒辦法撞不去 把人救出來 大家給他打破 大家給他撞聲 各位朋友 這兩者狀況是不一樣的 不是嗎 另外這不是兩不一樣的狀況嗎 對 其實我覺得羅因雪 今天的發言非常不當 你做一個法務部長 第一 你不應該針對個案講話 第二 我覺得這個政府現在就是 這叫阿Q式的精神報酬法 因為他也知道 其實現在是告發 大家注意喔 林非凡跟陳文廷是被告發 告發什麼意思 告發不是檢察官主動偵辦 是有人去檢舉的嘛 是 那最後告發這麼多條罪 檢察官偵辦之後 有證據能起訴的 再另當別論 而且最後法院會怎麼判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羅因雪 如果說好 你要講依法論法 剛剛品羽講的我很贊成 他們都成熟的公民 我願意負法律責任 包括甘地 當年在對英國政府不合作運動 他也負法律責任嘛 好 品羽這個態度 我肯定 同學所有態度都肯定 但是我要要求政府 依法論法要同一個標準 你對黃世民 好 你說好 辭成你不敢批 OK 總統批了 要不要讓他回任主任檢察官 你法務部長總可以決定吧 請問一個泄密的檢察總長 還可以擔任檢察官嗎 還是主任檢察官呢 他以後辦的案子 會不會再泄密啊 這個你法務部長總可以決定了吧 那請問如果依法論法 黃世民比這些同學懂法律多了 那你羅因雪為什麼對他這麼寬鬆 為什麼對這些學生這麼嚴格 所以難怪人家外界會聯想說 你們根本在秋後算帳 在做政治報復嘛 是 沒錯 是 做一個法務部長 本來就不應該對個案 算說進行過度的 就干預 不要說干預 過度的解讀也不對 為什麼呢 你知道林非凡現在裡面 有毀損妄礙自由 妄礙公務 競爭恐嚇 減一個賭職 我都搞不清楚